张仪手指着地图 指尖落在了内方山 就在这儿 内方山 张仪说着又蹲了一下 抬头望向了威王 若是不出微臣所料 吴将得知陛下就在内方山 必设云水进壁 陛下请看 月人一旦设过云水 前是汉水 后有云水培尾山 南滨苍浪水和云梦泽 北是大红山和京山 那时只要我们崛起归路 二十万月人 就会被困在方圆不过两百里的蛮荒区 欲尽不得欲退无路 一如瓮中之鳖 至于如何捉鳖 就看两位将军的了 威王重重点了点头 张子好谋略 不过月人周师若来接应 张子可有应对之策呀 张仪手指着云梦泽 回离陛下 微臣所说的二十万月人 应该包括周师 我无周师 越国副将阮英龙水上逞狂 必以周师远绕洞庭 习取影都 此时 闻月王被困 阮英龙必将回师下口 速汗水接应 待其周师进入汗水 我即可锁住下口 就在这儿 将月人困在汗水 沧浪水 云水之间 这儿沼泽遍布 须看大水茫茫 实则不可行周啊 月人周大 若是不时深浅 船或会隔浅 届时我们只需守住下口 就可将月人周路两师 彻底阻断 逼其周师 弃船上岸 张仪伟伟道来 大处着眼 小处入手 有理有据 滴水不漏 将如此大规模的决战 看得如同孩童游戏一般 简单易行 即使朝阳屈武这样 历经百战的将军 也在如此巨大的围艰 宏图面前 生出敬意 不无贪服的 频频点头啊 楚人 自春秋已降 灭国无数拓地数千里 然而 四次一次围猎 二十余万水陆大军 而且是一口吞之 在楚史上 却是闻所未闻的 楚威王是越想越美 乐不可知 朝张仪拱了拱手 天以张子诸寡人 楚人之兴也 张仪拱手还过礼 谢陛下台爱 说着 又将头转向了朝阳和屈武 不过 此战若要完胜 两位将军 仍需再做一事啊 周阳真正服气了 朝张仪拱了拱手 张子请养 张仪还过礼 微微一笑 反问道 请问将军 若是将军 隐军二十一万 长驱远征 最先考虑的 当时何物啊 粮草啊 张仪微微闭眼 不再说话了 朝阳陡然明白过来 不无兴奋地 将拳头砸向了基案 嗯 对 幼敌深入 断其粮路 兼臂亲野 劫责而居啊 自破招官之后 越国的陆师 沿着江水北侧 一路猛进 势如破竹 所到之处 楚人无不闻风而逃 五月刚过 陆师先锋 已经破了西水了 西水从大别山中流出 在诸城附近 注入江水 诸城守军不足一千 尚未望见越人的旗子 早已经魂飞魄散 仓皇顿去 城中百姓 也做鸟兽散 留给越人一座空城 江上虽无阻隔 但周师是速流而上 加上江水绕道九江 多出数百里屠城 因而竟比陆师迟延了数日 因陆陆 运输困难 楚国又无周师匹对 此番法处 无将改变战术 将周师捡去五万 改为陆师 战船 改为资重船 满载粮草等必备的物品 与陆路呼应 眼见前面 即是下口了 无将传令大军 在诸城 修整数日 一后粮草 二后阮英龙 云梦泽 尽在咫尺 楚都 影都 伸手可出 如何克敌制胜 下一步的方略 至关重要啊 修至第五日 阮英龙的周师赶至 近千艘大小船 至万帆古风 惊奇斩动 将十几里长的江面 点缀得颇为壮观 无将站在江岸边 临时搭起来的迎接台上 远望着浩浩荡荡的江景 回市岸上成片成醋的营长 一股浩然之气 油然而生 长笑了数声 对势力于策的 伦奇 碧城和吕宗道 遥想当年 吴王和吕 仅凭数万将士 就将楚人打得 如同落花流水 攻破影都 绝目边师 寡人今有雄师二十余万 又有诸位爱卿相辅 想那楚人如何敌敌啊 吕宗也笑出一声 大王 吴王有吴子虚 大王有伦国师 吴王有孙吴子 大王有毕将军 这且不说 大王更有阮将军的周师 所向无敌啊 碧城向来以 吴子虚自举 此时 闻听吕宗 将伦奇比作吴子虚 心中颇为不快 鼻孔里横出了一声 轻声地审道 哼 如此说来 吕大夫 当是自比薄匹了 伦奇啊 一向主张罚奇 不赞成掉头罚楚 因而对始作俑者吕宗 心存借地 听闻了此言 也审笑了一声 是啊是啊 薄匹之位 非吕大夫莫属了 谁都知道 薄匹是吴国的大奸臣 不仅害死吴子虚 即使吴国 也是亡在此人手中 吕宗本欲讨好二位 不想反遭奚落 脸上一热 不尴尬地强作一笑 将头转向了江边 正巧瞧见阮英龙的帅船 大声地叫道 看阮将军到了 不一会儿 阮英龙的帅船靠岸 阮英龙快步下船 叩见吴江 众臣簇拥着吴江回到大帐 吴江听完阮英龙 秉完了周师的情势 甚是满意 望碧城道 碧爱卿 大战在即 你先说说整个情势 诸位爱卿 一个方略 碧城抱拳道 微臣遵命 他起身走到情势图前 众人也站了起来 跟他走了过去 碧城指着下口道 我大军 据下口不过百里 下口有储君武前 据哨探回报 主将早于五日之前 将其妻子家小 送往了影都 城中百姓 多亿逃亡 守军旗帜散乱 皆无斗志 若是不出所料 下口脱手可得 说着 他略顿了一下 目光落在了云孟泽 过去下口 就是云孟泽 楚国无周师 几乎就是无险可守 闻我兵志 楚公猝不及防 一片混乱 昭阳大军 皆在向城 与魏国对峙 楚王紧急征调 西北边军 上驻国屈武不重 正在陆续赶往影都 无将是乐不可知 邪尼这地图 微笑着 对碧城道 碧爱卿 软爱卿 这也到了 你且说说如何进击 方为完全之策呢 回禀大王 微臣以为 我可兵分两路 路师过下口 渡云水 经心事设汗水 由静陵 吸引路 周师 速汗水进击 一则确保 粮草无鱼 二则 协助路师 舍渡汗水 碧城的话音未落 阮英龙急道 末将以为不妥 爱卿请讲 末将以为周师可分两路 一路运送资重 伴随陆师 一路速江水 直逼影都 过去下口 江宽水阔 又有东南风可界 我可全速绕道 洞庭 直逼影都 吴江 转向了轮起 国师 依下如何呀 轮起 吕虚道 微臣以为 阮将军所言 可行 正在此时 一偏将匆匆走进报道 禀报大王 据哨探来报 楚王引军十万 屯扎于静陵 正沿汗水设防 楚王御驾亲征 就住在静陵 北侧的内方山别宫 吴江连笑了数声 望着轮起 和阮英龙道 熊商连家底都用上了 轮过是阮将军 以寡人之鉴 熊商这司 既在静陵 我们就不必绕大弯了 周师从下口 速汗水之上 驻陆师 围攻内方山 活擒雄上 众臣领命而去 吴江叫住了吕宗 吕大夫 张子那儿 可有音讯呢 吕宗揍道 回禀大王 听说张子 已受楚王重用 被败为客卿 刺绝赏金 对他甚是弃重 吴江一拳震机道 好 张子得用 灭楚碧 吕爱卿 你 即设法与张子联络 听听张子适合安排 微臣领命 眼见楚王 听从张仪 和魏国争悦国 大事将成 陈诊长叹了一声 草成一书 喊来随身的侍从 让他火速 呈颂秦宫 惠文公 接到陈诊的羊皮密函 展开毒枝 君杀 楚人已在云水以西 汗水以东 扎下巨带 兼壁清野 欲惊吞岳人 岳人不知事迹 长驱直入 竟入口袋 纵观整个过程 岳人弃齐谋楚 亦步亦驱 走向死亡 楚人弃未谋岳 一弃呵成 终无一丝破绽 据微臣探知 楚岳之争 这局大棋 皆是张仪一人所下 张仪与旁涓孙殡 据学于鬼谷 今日观之 其才当在孙殡之上 臣 臣诊 敬上 慧文公连读了数遍 眉头紧锁 陷入了深思 有清 他取过笔墨 符案写道 臣爱占 臣爱卿不惜一切代价 挤走张仪 赢四 写完了 他召来公子华 吩咐他 你到国库支取千金 再选一批珠宝 从速送往楚帝 连同此汉一道 交与陈阵 陈帝 遵旨 公子华走后 慧文公再次展开了 陈阵的密函 宁眉自语 张仪 又是鬼谷 这个鬼谷 怎能进出此等人物呢 慧文公轻叹了一声 缓缓地闭上了双目 划分两头 与张仪分手之后 苏秦 迈开大步走向洛阳 没走多久 苏秦渐渐放慢了脚步 出山之后的第一步 尚未迈出 就被张仪存出了 倒是让他颇费思量 预谋天下 须知天下 此前自己的眼界 只在洛阳 进鬼谷之后呢 眼界虽开 也多是间接性的 列国情势 或存于想象之中 或存于书本之中 或是来自于道听途说 究竟如何 他真还是一无所知 张仪此去楚国 孙旁已试了魏国 有这几人在 楚魏已经基本知情了 秦国是他的目标 燕国有积雪在 也可暂时忽略不计 余下的大国中 唯有齐国 赵国 韩国三国 他毫无头绪 沉思良久 苏秦决定 暂不回家 学身东去 经过一跃跋涉 苏秦来到了林姿 在济夏安居下来 天下显学 阶级济呀 这里 可谓是人才济济 门派如临 众多济夏先生各执一说 互相公结 着实是让苏秦大开眼界 苏秦在此既不愁吃喝 又有好房子可住 过得倒也逍遥 不知不觉之中 竟住了数月 期间并无一丝张扬 莫说是鬼谷先生 即使旁涓孙殡之事 他也绝口不提 只是冷眼旁观列国情势 先是楚国伐宋 后是魏国伐相成 打败楚人 迫使昭阳撤兵 再后是越人南下谋楚 楚位义和 昭阳南下御越国 列国的一连串热闹 看得济夏学者们 瞠目结舌 唯有苏秦真正明白 他在会议一笑之后 与这年夏日 二十余万岳人 完全钻入楚人 布下的巨型口袋之际 背起行囊 前往了赵国 在邯郁又住树院 于秋叶再落之时 返回了故里 洛阳 渡过落水的时候 树叶都已经黄落 石令已入初冬了 与六年前离家时的狼狈 完全不同 苏秦此时 心清气爽 渡过落水 卷裤子 射过衣水 躊躇满志的 踏上宣礼村北头 那个他自幼 攀上攀下 不知多少次的土坡 苏秦身背包裹 屹立于坡顶 俯视眼前这个 曾经生他养他的村落 在这里 他可清楚地看到 苏家院中那棵 已经落光树叶的春树 坡下 是村里的打鼓肠 肠中央 是几堆 堕起来的街杆 几只狗 正在打鼓肠上追逐 许是过于沉迷于兮兮 他们竟然忘却指手 对他这位不速之客 视而不见 一群母鸡 正在捷杆跺下 奋力刨拾 一只羽毛闪亮的公鸡 昂首挺立 不自豪地 审视他的这群妻妾 时不时地 咯咯咯地叫出几声 宣礼村 仍然是六年前的样子 也与他在静夜深耕时 无数次想象中的村子 毫无二致 苏秦寺室一下子 回到了现实中 摇摇头 轻叹一声 缓步 走下土坡 土坡的西侧 离土坡约有两件地 开外的桑林里 几个女人手拿剪刀 正在埋头修剪着桑枝 中间一个年岁大的 是苏丽的妻子 左边一个 是六年前 曾与苏秦拜过堂的朱小喜 右边一个不认识的女子 腹部微微突起 显然是有了身孕了 看样子 是苏代家的 苏丽妻 偶然抬头 看到已经走至坡底的苏秦 揉了揉眼睛 确认是她 不无兴奋地 冲着小喜叫道 哎 二妹子 快 你家夫君回来了 小喜心头一颤 红了脸道 大嫂 你 你又来打去 哎 这一回是真的 苏丽妻 手指着 渐去渐远的苏秦的背影 你看 就是那个人 正朝家里走呢 朱小喜啊 顺着她的手势望去 果然看到一人夸着包裹 正在一晃一晃地走过卖场 看样子 是朝村子里走 虽说结婚六年了 也拜过大堂 可这朱小喜的心中慌乱 头上又被红金蒙着 因而未曾见过苏秦 一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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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